2008年汶川地震点燃了全国的公益热情 民间组织奋勇崛起 由此开启了中国公益元年 然而草根公益组织却面临着一大堆问题 身份模糊 缺乏公信力 能力平平 尤其是资金问题 生存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 随着老百姓有了钱 也有了公民意识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捐款做好事 但捐给谁呢 当狗不差钱 民间NGO参差不齐 企业基金会 呃 怎么办 为了把缺钱的公益组织 和有爱心的老百姓连接起来 2009年 一个纯粹由民间发起 向民间筹款 支持民间公益机构发展的 资助型公募基金会诞生了 它就是上海连券公益基金会 连券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募款机制 联合券募 与以往的行政派捐 一对一捐赠不同 联合募捐指 以社会问题为导向 集结多个公益组织与公益项目 自下而上开展券募活动 并通过高度问责的方式 将慈善资源 统筹分配给公益组织 说人话 就是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 共同支持民间公益的发展 它的好处显而易见 减少募款费用 让公益组织专心做服务 提高善款使用效率 减少老百姓的捐赠压力和问责成本 如果你热爱运动 可以来挑战50公里抱走 并号召大家支持 用脚步丈扬爱心 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 欢迎带着全家来小小抱走 做爷爷奶奶的超级英雄 如果你是低头足 没事刷刷连券网 如果你是学霸 赶快加入一众基金 参与理性公益 如果你恰好拥有一个公司 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比如设立企业专项基金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来做志愿者 如果你有才华有资源 全世界的公益组织都欢迎你 他们的父母来自五湖四海 因为梦想来到这座城市 城市很繁华 但他们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有学生 有人辅导作业 有人陪他说说话 有人在困难的时候 能够伸一把手 由连券工艺 长青藤共同发起的在成长宝藏小屋 旨在改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 发掘每个儿童自身的宝藏 创造友好有机的伙伴关系 以不预设儿童成长方向为教育主张 助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孩子们放学后有了去处 减少独自在家或在街上的安全隐患 孩子们有了更丰富 有意义的课外生活 增长了知识 拓宽了视野 孩子们交到了城市里的新朋友 变得更加自信 快乐 开朗 孩子们在家里建立了更友好的亲子关系 请不吝点赞想 �点赞想 谢谢 收听 点赞想 拍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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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赞想起来 连劝宝藏小屋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韩曾军 那希望你们在这个夏天 在这个足球的夏令营里 可以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茁壮成长 学习好好的足球本领 增强体魄 我相信我要做我自己 我是一朵太阳花 月日夜夜风晒落不怕 我是一朵太阳花 太阳花 爱却爱爱寒冷人发芽 我是一朵太阳花 月日夜夜不晒落不怕 我是一朵太阳花 太阳花 快来跳涌 笑脸临街道 一朵太阳花 太阳花 嘞花 庭花 躅 Fund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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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